外海先生您好 您好 外海先生今天我们要谈的是 中国要求民间组织 建立加强建立党支部这个事情 跟艾滋病民间组织的关系 那么您以前也有管理过 艾滋病民间组织的经验 那您先给大家介绍这方面的背景 就是现在来讲 中国的艾滋病组织 有多少是有党支部呢 什么样的有什么样的没有呢 这个艾滋病的组织 它分不同的情况 有一些是跟卫生部门有关的 卫生部门能源创办的 所以它也挂靠在卫生部门下面 所以这样的一些机构 它本来就有党支部 有些党员 所以这也不出问题 那在艾滋病领域出现了很多 新的来自于社群 做疾病打击的团体的这样的一些 那这样的一些组织的话 他们这样的组织来讲 人员就很少 它这种社群组织 它很重要的一点是说 它要对受疾病打击的广泛的 这种多样化的群体 要了解他们 要融络于他们 能够做反应 那么在有限的资源的情况下 要对这种边缘 退落群体做出迅速的反应 所以在这样的一些群体当中 建立这种党支部 当然不完全都是 当然也有一些积极的意义 但是就显然就是说 可能是会出现很多问题 那么在海外我们都知道 民间组织的独立性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它的资金是 有可能来自政府方面 或者是民间 社会各个方面 但是它的这个独立的运作 这方面是非常重要的 那对于如果是一个民间的 艾斯病组织 它如果建立党支部的话 这个会对它的独立性的运作 会有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那么在建立一套党的机制的话 这个社会组织 它还有很样的亲密 它处理那么多的 除了这个工作之外 还有一些政治上的事物 它的回应社会的能力方面 最近在哪里 这个显然就是说 这个建立这个社会组织党建的问题 对这个独立性的草根的这种组织的来讲 显然在这个管理上面 变得更加的繁琐 多了一些官僚的这个情绪 那么对他们在社会的这个吸引力 对社会的工作方面的能力方面 会产生一些感觉 我看这个人民日报 它所刊登的这篇文章 就是中共中央办公厅 关于加强社会组织建设的这个文件上面 它是要求这个社会组织 要是有三个党员以上的话 就可以成立一个党支部 多的还要成立党委 那么就是刚才您讲的 就是说是 如果建立这样党支部 是对社会民间组织的影响 那反过来讲 如果是从党支部那个角度讲 我们也知道艾滋病组织的成员 的身份都是比较独特 他们一般或者是艾滋病的 感染的艾滋病 或者是一些高危人群的这样的一些人员 那从党支部那个角度讲 他们愿意吸收这样的人员入党吗 这个方面会不会有些什么样的问题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艾滋病的这个受打击 疾病的这个群体 疾病影响的这些群体 那么这个很够大 然后在社会的这个道德层面 还有法律层面就是很生气性 所以这个就是说 中共共产党要在这个艾滋病的主持 当时建立党支部 对他自己写这个挑战 因为中共的这个 它是一个禁欲性的 在党支方面是非常严格的 这个党员不能这个空间啊这样的 但是艾滋病的领域 这个这种草根组织 很多这个它是在性活跃人员上工作 那么很多成员就是来自于 这个性活跃的这个群体 比如说一些男同心恋的群体 比如说这个性工作人员的这个群体 那么这个怎么样在这样的组织当中 建立党支部 这个党怎么来接纳这样的组织 这个对中共来讲也是一个挑战 如果呀现在来讲 刚才您讲了这个民间组织的独立性的问题 还有民间组织 这个成员艾滋病群体所受的 这个边缘化的问题 这两个问题都是 我们今天话题中涉及到的问题 那还有就是说最后啊 如果是一个民间的组织啊 一个独立的民间组织 它不建立这个党支部的话 这个结果又会怎么样 影响又会怎么样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相当多的一些民间组织 现在是需要依靠从政府那里获得一部分资金 那如果它不建党支部的话 会不会影响他们获得这个资金的可能性啊什么的 就是从长远来讲呢 就是说如果有党员或建立党支部 那么这些组织在注册和获得政府的资金上面 可能会更方便一点 但另外一个方面呢 就是说政府的资金的监管 可能它也有一套自己的这个机制 这个评估监督的这个机制 那从艾滋病的组织来讲呢 就是很多组织可能就是说不见得会赶队建立这个党支部 那么很多组织可能都愿意去建立党 因为它很边缘的话 所以它需要的是被接纳 所以如果有这个党来做它的这个靠单的话呢 很多组织可能就愿意 但是对艾滋病的组织来讲 这个中国共产党能不能接纳 这样的一个在性活跃人员当中工作 或者说有本身是性活跃的 比如说中国共产党能不能接纳一个公开的 同性恋的人来成为自己的党员 它可能有很多个性的伴侣 中国这个共产党能不能接纳一个艾滋病人 去作为自己的党员 那么它在国家的法律当中 面临很严重的歧视和权力的剥夺 这可能是一个严重的一个 对共产党人来讲 可能是一个严重的一个财务 好的 好白亚先生谢谢您 今天再次谈到这儿 这对共产党能不能接纳 伽